朋友们大家好 你们要的万能发面的教程来了啊 看看咱们家发好的面 气泡特别的均匀 又有弹性 还软 这样做出来的饼才好吃 下面咱们开始和面啊 一斤面 击凉水 冬天的话用温水 然后这个夏天的话 这个季节用室温里边的水就可以 然后咱今天啊 和的是十斤面的 十斤面呢就相当于放七斤水 十斤面 七斤水 一斤面 咱们放五克酵母 五克泡打粉 酵母的话 咱们就选择一般品牌的都可以 然后泡打粉的话 一定要选择食品级的五吕泡打粉 这个吃了的话 对身体没有害处这个 然后都是问这个咱们家这个面盆 这个面盆啊 它其实是一个盆式的和面机 看了吗 下面有一个小店机 它就带着这两个 杠子就转在里边 这种的用起来特别好 它和出那个面来呀 它不会说那么有劲 咱们做饼的话 它不需要老有劲的那种 这个就和出来的话就刚刚好 你看做烧饼的呀 做大饼的呀 都是用这种和面接 咱给它就是一直让它搅 搅到没有那个干面为止 然后拿个小铲子呀 给它铲铲周围 没有干面了 咱就可以 把它 从盆里 捞出来 好 这是十斤面的啊 十斤面 一斤面 七凉水 一斤面 五克酵母 五克泡打粉 这个做馅饼 水煎包 烙咱们家的千层发面饼 都可以 出来盆以后呀 给它上面刷点油 第一 它这个不会干皮 还有一个就是 这个咱用的时候 它不沾手 这也是一个 然后都问我 您怎么不沾手呀 刷点油 它就不沾手了 好 谢谢大家